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任务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郭俊卿 中国唯一的女特等战斗英雄 郭俊卿 中国唯一的女特等战斗英雄 郭俊卿这个小女孩 出生在辽宁省林远县北甸村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 七岁那年夏天 他随家人逃荒要饭 来到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大草原 几年后 父亲便去世了 从此 小小的郭俊卿 不得不剃了光头 扮成男孩 打工养家 尽管这样 一家人还是舔不饱肚子 就在他做尼瓦工回来的那天 三岁的小妹妹 又因病恶妖王 1945年 14岁的郭俊卿 虚报年龄 乔装成男孩 参加了八路军 并给自己改名为郭富 但无论他怎样掩饰 班里的战友 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小郭富 从来不跟战友们 一起去厕所 而且战友们和他闹着玩时 他老是躲躲闪闪的 战友们决定揭开这个谜 趁郭富不备 一个战友一把将他抱住 气得郭富一边拔刀 一边大哭 战友们从此再也不敢胡闹了 1946年 组织上调郭富去骑兵通讯班 他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1947年6月 郭俊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夜里 班长让他在四个小时以内 将一个命令送到三十公里外的部队 天黑路险 他骑着快马在大山沟里疯狂奔驰 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 在返回的路上 马累死了 小郭富背着马鞍 走了三四公里路 才回到住地 1948年初 他调到战斗班任班长 名字改回郭俊卿 不久 平权战斗打响 郭俊卿班被指令为突击班 当时 全班只有十来支老式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 战士也大都是初上战场的新兵 而对方则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 战斗开始不久 副班长牺牲了 郭俊卿带领他的战友们 和敌人展开肉搏战 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辽沈战役中 作为机枪连的副指导员 郭俊卿多次带领他的战友 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先后夺取了几大阵地 为新中国解放战争的全线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4月 郭俊卿因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才被医生发现了女儿身 同年9月 她作为特等女战斗英雄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并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女战斗英雄 现代花木兰荣誉称号 荣获模范奖章 勇敢奖章和毛泽东奖章各一枚 郭俊卿一生未婚 领养了两个女儿 后来根据组织的安排 郭俊卿转业到地方工作 先后担任过 山东省青岛第一服装厂厂长 山东省曹县民政局副局长等职 郭俊卿在部队先后当过通信员 警卫员 班长 连队文书和副指导员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 郭俊卿女扮男装打五年之久 他和男同志一样 冲锋陷阵 征战沙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出生入死 屡见其功 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在战斗中 郭俊卿无论作为班长 还是作为指导员 他总是身先士卒 奋不顾身 1950年5月 军长贺敬年 得知郭俊卿男扮女装后说 郭俊卿是金国英雄 是当代花木兰 是我们四十八军的骄傲 毛主席如此评价 郭俊卿 金国不让薛美 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郭俊卿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人 学习的英雄楷模 不久之后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 郭俊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拉出来揪斗 沸沸扬扬的舆论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闹得满城风雨 他被污蔑为假英雄 假花木兰 造反派门掀掉他的帽子 揪住他的长发 对他进行谩骂殴打 郭俊卿受迫害的消息传开后 组织上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将他调到山东西部的曹县工作 任民政局副局长 再次改名 郭富 郭俊卿虽然遭受批斗的折磨 但他依然不改 他热爱人民的英雄本色 他经常从牙缝里省出点钱 五元十元地接紧需要的人 他还把自己正在穿的衣服脱下来 送给需要温暖的老人 而自己和两个女儿 至此 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才公开了他的传奇人生 1983年9月23日凌晨 中国唯一的女特等战斗英雄 郭俊卿 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燃情岁月 他去世 他去世的时候 他去世的时候 仅仅才52岁 郭俊卿一生铁骨铮铮 忠心耿耿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始终把党的革命事业 当成自己的生命去热爱 一只旧皮箱 一床旧背 一条毛毯 就是他全部的家产 如今 郭俊卿安眠在苍翠的 长州市烈士陵园中 鲜花和芳草 常年拥抱着他 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 时时纪念着他 感恩着他 2009年9月 郭俊卿被国家宣传部等部位 评为一百费 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任务之一